如果將人體的白血球以及保衛細胞分別置在蒸餘水當中 請問一下列哪一個細胞不會破裂 好,題目構成我們是蒸餘水喔 那我們知道蒸餘水裡面就單純只有水而已 都沒有任何其他的溶質,對不對 所以它就單純的水而已 那其他我們的細胞裡面多多少少其他物質 水的含量沒這麼多 一般的細胞水的含量只有70%左右 所以這個蒸餘水會跑到細胞裡面來 因為細胞裡面只有70%的水 可是外面蒸餘水可是百分之百的水啊 所以濃度高的會往濃度低的地方移動嘛 對不對,擴散作用 所以外面的水會移動到細胞裡面來 那這時候就會細胞開始會膨脹 但是有些細胞不會漲破 為什麼?我們就知道 欸,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選項,它說白血球不會漲破 因為具有粒線體 不是啊,粒線體是發電廠 它跟那個細胞會不會破裂沒關係啊 不是這個選項,不是這個選項 再來,第二個,它說白血球因為它有細胞膜 不對,因為水是可以藉由擴散作用直接進出細胞膜的 所以這個它沒辦法阻擋水一直進來 然後它到最後就一直膨脹一直膨脹 最後就爆破了 OK 好,所以第二個選項不能夠選 第三個選項 保衛細胞 因為具有液包 這個也不對 因為液包我們知道它是儲存一些物質的地方 它沒辦法防止細胞破裂 所以答案選擇最後一個 應該是保衛細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細胞壁 細胞壁是一個很堅硬的構造 它可以防止細胞不斷的膨脹破裂 有這個細胞壁保護著 水沒辦法 水雖然進來了 但是細胞不會無限的膨脹 然後它就不會破裂掉 所以這個是 放在蒸餾水當中 含有細胞壁的這個細胞不會破裂 那人體白血球呢 會破掉 OK 好 這是這一題